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今天又來跟大家分享 訓練時可以增加更多肌肉的新研究了 我們之前已經在頻道裡面說過很多次了 你的訓練要有效刺激肌肉成長 必須要做到接近力竭或是力竭 甚至是超越力竭 力竭的意思我想大家應該都了解 就是沒有辦法再進行完整的一下收縮 我們就可以算是這一組做到力竭 接近力竭的定義比較模糊一點 不過一般來說 腿保留個一到三下 我們都可以算是接近力竭 那超越力竭呢 力竭組就可以算是一種超越力竭 我們沒有辦法做完整一下了 就降重量繼續做 做到做不動為止 或是請一個夥伴幫你補 補到你做不動為止 這兩種超越力竭的方法比較類似 另外一種超越力竭的方法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完整一下之後 我們再做幾下半程的動作 一直做到完全做不動為止 這種訓練方法其實在一些職業選手身上 也蠻常見的 而且你會發現他們雖然力竭了 但是動作也沒有跑掉 只是做半程而已 再補個一兩下才結束這一組 動作控制非常好 那問題來囉 這種超越力竭的練法 真的可以長更多的肌肉嗎? 今年五月份這篇最新的研究 就在測試這種超越力竭的練法 到底能不能長出更多的肌肉 二十二名沒有訓練經驗的受制者 進行十週的單腿史密斯負重體種訓練 一週訓練兩次 重量在十到二十RM之間 如果你不知道負重體種是什麼動作 簡單來說就是墊腳尖 是一個訓練小腿的動作 受制者的兩條腿會進行不同的訓練方式 其中一條腿會做到力竭 也就是沒有辦法做完完整的一下位置 訓練就結束 另外一條腿一樣做到力竭之後 會要求他們繼續進行半成的動作 做到受制者自己感覺真的受不了了 或是完全沒有辦法從最底部的位置抬起來 訓練才結束 研究人員選擇負重體種這個動作 一來是這個動作學習門檻不高 對沒有訓練的新手來說 不會有動作標不標準的問題 二來是因為這個動作特別的地方是 他在最底部收縮的時候是最難的 也就是要從最底部 開始往上提起這個過程 沒有那麼難 但是要在最底部鎖定是最難的 換句話說 負重體種是一個肌肉長度收縮的越短 難度就越高的訓練動作 已經有很多的研究發現 讓肌肉在被拉長的情況下訓練 是更有利於肌肉成長的 所以這個實驗特別選擇了負重體種這個動作 因為他的半成動作是從肌肉被拉長的狀態開始 研究人員想要知道在力竭之後 加入肌肉被拉長狀態的半成動作 是不是比起只用全程動作 有更好的肌肉成長效果 實踪後研究人員會透過超音波 測量肌肉的變化 我們來看結果 超越力竭的那一組 比起一般力竭組 腳腿肌旋的斐腸肌 增加了更多的肌肉 而且多了大約40% 雖然研究結果很明顯 超越力竭組毫無懸念的長了更多肌肉 不過我們不能直接說 超越力竭就是比較好的訓練方法 畢竟超越力竭的那一組 其實累積了更多的訓練量 所以我們不能確定更多的肌肉成長 是來自於訓練量增加 還是超越力竭的練法 還是因為我們在肌肉被拉長的狀態下訓練 但我們可以結合去年的一篇研究一起開 去年這篇研究在測試不同的訓練形成 對於小腿肌肉成長的效果 分別有全程動作 肌肉拉長的半程動作 以及肌肉縮短的半程動作 結果發現肌肉拉長狀態的半程動作 肌肉增長是最多的 比全程動作還多 而且多了幾乎一倍 而肌肉縮短狀態的半程訓練 毫不意外的肌肉成長是最少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這種肌肉被拉長的半程訓練 對於肌肉成長是真的有幫助的 無論你是要整個訓練組都這樣練 還是你要在力竭之後再額外加入幾下 做到超越力竭 效果一樣都非常好 而且這種訓練方式 對於那些在頂峰收縮難度最高的動作 感覺特別有效果 還有另外一篇研究 可以證明這個肌肉拉長狀態訓練的論點 一樣在2023年的這篇研究發現 站姿的負重體重 比起坐姿的負重體重 小腿的肥腸肌有更好的增肌效果 因為在站姿的狀態下 肥腸肌是被拉長的 同樣的結果 在勾腿肌的研究中也有看到 坐姿勾腿比起俯臥肌勾腿 也有更多的腿後側增肌效果 因為坐姿的狀態下 腿後肌群也是被拉長的 那我們該如何把這些研究的結果 加入我們實際的訓練中呢 首先我們可以試著在力竭之後 加入一些肌肉拉長狀態的半程訓練 這些超越力竭的訓練 很有可能對肌肉成長是有幫助的 至少對我們的小腿訓練有幫助 我們期待可以有更多的研究 可以針對不同的部位跟動作進行測試 當然這種超越力竭的練法是有危險的 所以慎選你的動作 像是槓鈴臥推、深蹲這類的動作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真的要練這些動作的話 確認保護槓一定要裝得好 畢竟你練到超越力竭 那肯定是絕對抬不起來了 而且你也不需要每個動作 或是每一組都練到超越力竭 我們之前有提到訓練也是要配速的 你一開始就直接超到爆 後面基本上就不用練了 所以可以挑選幾個比較安全的動作 在訓練最後一兩組 加入這種超越力竭的訓練 絕對可以多長一些肌肉 然後盡量的挑選 可以讓肌肉在拉長狀態下訓練的動作 像是我們剛剛說的 站姿複動體腫 坐姿的勾腿 有一些懶舌的動作 也比起啞鈴或是機械器材 可以讓肌肉被拉得更長 像是反向後飛鳥 你也可以思考如何替換這些動作 來給肌肉更多的增長效果 最後問問大家 你也會做超越力竭的訓練嗎 以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NV 我們就下次見 見大家掰掰